三月三上四节那一天 我许了个愿 我想寻一个俊美鹦鹉 一心一意的夫君 不知这愿望许的是不太灵光 还是过于灵光 我回到厢房准备洗漱休息 刚挑开帘子 就被一只大手捂住嘴扯过去按在墙上 眼前的男人俊美冷冽 谋色沉沉盯着我 小丫头不准出声 周遭浮动着淡淡的血腥气 我见他一身不衣风尘仆仆的样子 想来是个遇到了匪徒的少侠 连忙眨了眨眼睛 示意自己知道了 他微微松开了手 我连忙长呼一口气 然后道 少侠 你受伤了 需要帮忙吗 他放开了我 侧以着冷硬的墙面 闭上眼睛 我被贼人追杀 躲到此处 多有烦扰 你若有伤药 劳架帮我上些 我将他扶到椅子上坐定 颤颤巍巍地解开了他的不衣 心里暗叹一声 好身材 啊 不是 好多伤 少侠的胸膛 遍布伤痕 虽然已经包扎过了 但还是有血渗了出来 我没见过男人的身体 也没见过这么多伤 只能拿着随身带着的外伤药粉 精细地往上抖 少侠本是闭着眼睛 任由我动作 过了一会儿 睁开眼看我太慢 不由地嫌弃道 这么点药 随便洒洒就行了 我不情不愿地将药瓶倒了个空 又去包袱里 拿了一件干净的中医 剪开为它包扎 它轻飘飘地扫了我一眼 冷声道 小丫头 你发什么呆 我吞吞吐吐 哥哥 我还没出格呢 这就看了你的身子 是不是要对你负责呀 少侠生得很好看 俊梅修演 身形齐长 等我为他处理好伤口 套上了柜子里面宽大的道袍 俨然是一位极其俊朗的美男子 这不就是我想要的俊美夫君 少侠愕然一惊 你想让我以身相许 我急忙去捂他的嘴 我也只是问问而已 他声音太大 万一招来仇家怎么办 少侠微一侧身就躲过了我 我的手按在了他的脸上 别说 这江湖中人 皮肤还能这么细腻柔软 果然是天生励志男子气 见我摸着他的脸不放 少侠恶狠狠地威胁我 还不放开 等着我摸回来 我赶忙收回手 低着头不敢说话 少侠没再过多停留 只是淡淡对我道了个脸便离开了 那一身脏污血衣也被他带走了 我有些伤感 少侠长得是好 但脾气太坏 当夫君还是有些凶 刚回到家 我就听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 皇上赐婚 将谢家女赐给安平侯傅宣为妻 不日完婚 由于嫡姐外出办事 婚期又急 这桩婚事只能我来 傅宣是经中有名的美男子 持身稳重 不尽女色 二十三岁未有一妻一妻 如果我嫁过去 肯定是唯一的嫡妻 以后也不会再有旁人 之所以如此肯定 倒不是因为相信傅宣的人品 而是前些日子 京城已经传遍了 安平侯镇守北江 不幸允命 由此 我得到了一个经验教训 许愿不要忘记最基本的条件 就像我要的是一位俊美鹦鹉 不会变心的夫君 老天也满足我了 但我忘记说要男的 活的导致了我即将嫁的男人 他不是一个大活人 给安平侯守寡 对于普通勋贵女子来说 不算一件好差事 这意味着没有夫君疼爱 和夫家撑腰 不过在我看来 即便不是什么好事 也不算坏 安平侯府没有长辈 只有安平侯一个人 勉励支撑 若是我嫁过去 便是当家主母 我性子软 很容易被人拿捏住 阿娘从前一直忧心我嫁人 以后会过得不好 如今看来 倒也未必 所以在父亲哀声叹气 嫡母忧心忡忡 阿娘以泪洗面的情况下 我倒是成了福里心态最好的一个 父亲不好 对我说什么 嫡母便拉着我的手 安慰到 父家人丁稀少 只剩下我们几个出嫁女 但遥遥放心 不论是作为母亲 还是父家的姑母 我都会尽量帮你的 阿娘是嫡母从娘家带来的家生子 主仆二人从小一起长大 关系十分亲厚 被抬做妾室也是嫡母的意思 阿娘生下了我和弟弟 嫡母只有阿姐一个 彼此之间相处甚好 傅轩的父亲在世时 还给我和弟弟送过生辰礼物 另一位出嫁的父氏女子 是嫡母的姐姐 傅贵妃 我正在家里绣嫁衣的时候 傅贵妃召我进宫 遥遥时期了 出落得更加美丽可爱 傅贵妃不似嫡母直爽 性子端庄 说话也温柔 我不好意思地低下头 红着脸谦虚了几句 傅贵妃与我不算亲厚 但她为人和善做事周全 不仅为我添妆 还嘱咐我日后要多到宫里来陪她 三郎和荣荣都长大了 我又没有女儿 你既然嫁了傅轩 便如同我傅家的姑娘一般 日后受了委屈 只管和我还有你母亲说 三郎是傅贵妃所出的三皇子 荣荣是我阿姐谢荣 都是和傅贵妃血脉相亲的子侄 她贵为皇妃 愿意和我说这番话既是安抚 也有疼惜 我乖巧地硬了 不管怎么说 有嫡母和傅贵妃两位 我总不会被欺负 傅贵妃和我说了傅轩年少时的去世 眼中有盈盈泪花 我不忍破坏她的惦念 下定决心日后定要打理好侯府 再过几个孩子为傅轩四子 不让傅家血脉断绝 在宫中待了一整天 傅贵妃赐了饭时 才派人送我回去 日光渐落 我跟着宫女往外走 她说要去方便一下 请我在花园内等候 这一等不要紧 直接让我碰到了一个熟悉的人 阿姐的死对头 朝华郡主江云蕊 阿姐出身高贵 明艳美丽 又洒爽开朗 进退有度 是很多京中长辈称赞的女子 江云蕊亦是出色 可惜活在阿姐的阴影里 做什么事总是差那么一点 久而久之 她便暗暗咽了阿姐 连带着我这个小跟班 也免不了被刺上几句 我一直觉得江云蕊人不坏 只是性子骄纵 说话不好听 直到今日 才领教了她的刻薄 谢瑶 你跟着谢荣这么多年 他们竟然忍心 让你嫁给死人 你可真听话 被人卖了 还给人家数钱 江云蕊拧着眉毛 阴阳怪气的 我弱弱反驳 你不能说我表哥是死人 他是大英雄 轮不到你我智慧 江云蕊有点生气 我说这些是为了谁 你自己不为自己考虑 我也懒得搭理你 我不服气 为我好你就更不应该这么说了 我们两个人 就在这花团紧簇的花园里吵了起来 他觉得我们家对我不好 我认为他对傅宣不尊重 吵了半天 来来回回就是那些话 小宫女还没回来 倒是术后传来了一声轻笑 我和江云蕊齐齐看过去 只见一个年轻男子 缓步走了过来 他容貌俱美 气质清冷 含着一点不以为意的笑容 竟是那日 我在道观中遇到的那位少侠 原来他不是江湖少侠 而是能出入宫廷的武将吗 江云蕊面色不善 阁下竟有偷听人说话的爱好 我也赶忙附和着点点头 虽然我和江云蕊不太对付 可到底是他先没有礼貌的 少侠冷吃到 我本来就在这 是你们两个小姑娘 说话声音太大 我才不得不出现 我看了看少侠凶凶的样子 感觉他说的也很有道理 于是就对江云蕊说 是哦 江姐姐 那我们先出宫吧 找个没人的地方再吵 江云蕊气呼呼地走到我面前 点了点我的脑门 谢荣怎么会有你这么个笨蛋妹妹 我委屈地捂着额头 我不笨 是你先说我的 坏蛋 眼看着我和江云蕊又要吵起来 少侠哥哥声音大了起来 行了 你们俩都别吵了 在吵宫门落索 谁都出不去 在宫女房里睡大通铺 呜呜 他好凶 我拉着江云蕊要跑 结果跑错了方向 被他在脑门谈了一下 按搓搓记仇 等阿姐到家 再替我吵回来 迎亲定在了一个月后 迪姆和阿娘齐上阵 一同帮我绣嫁衣 我不善女工 他们只给我留了个红盖头自己绣 还在偷偷说我手艺不好 我也很忧郁 以前阿姐在的时候 他们都是逼着阿姐学这学呢 我乐得清闲 如今阿姐不在家 我就成了两个女人的焦点 弟弟谢穹 平日里是在书院的 听说我要成婚 也回到家里住嫁 只是他的想法 和长辈们的担忧全然不同 竟然搜罗了一些 副表哥的遗物来送给我 这是表哥当年在书院里的课业 姐姐你可以赌物私人 谢穹神神秘秘地 拿出了一打子写满了字的纸 我狐疑地翻了翻 没忍心告诉他 这种东西 傅家有的事 只是暗暗告诉他身边的小私 管着点 他别乱花钱 成婚之日越来越近 我也开始焦虑起来 我没有当过家 即使是在府里管着 这么一亩三分地 也是照葫芦画嫖 我没有嫡母阿娘那么聪明 也不如阿姐要强 独自停起家业 只怕很难 烛火幽微 我正对着一落子嫁妆单子 绞尽脑汁地核对 却听窗外啪一声 似乎是石子落地的声音 我颠颠跑过去开窗户看 正对上一双幽深的凤眸 妈爷 是少侠哥哥 夜风阵阵 吹起了窗边的一打纸 我急忙用阵纸去压 但到底还是有几张飘落 少侠哥哥长臂一身 直接拿了过去 这是傅轩的字 少侠哥哥眼神晦暗不明 我尴尬地红了脸 就算我将要嫁给表哥 但收集其过往的东西 也太过痴女 谢穷害我 我定了定神 扬起下巴虚张声势 你来我府上干嘛 少侠哥哥冷笑一声 前些日子还吵着嚷着 要我以身相许 眼下又对这个素未谋面的表哥 痴心不改 谢咬 你真是好样的 我和表哥怎么能算素未谋面呢 我们小时候也是见过的 虽然那个时候我还很小 可嫡母和阿娘都说过 一见表哥 我就拽着他不松手 当时大家还开玩笑 要把我送到副家当同养席 我们家不像那些没人性的高门 嫡树精卫分明 互相较劲 嫡母阿姐对待我和弟弟都很好 我们和阿娘也是真心敬重嫡母的 所以我和弟弟都把傅轩当成自己家的表哥 她一强硬 我就弱了下来 我也不想的呀 可是姐姐志在四方 要是让她困在宅子里 她一定会很难过的 我就不一样了 我从小就大门不出 二门不卖 嫁到副家 无非就是换了个宅子 连夫君都没有 也不会吃亏的 少侠哥哥叹了口气 若是你不愿意嫁 我拼了命也会帮你的 虽然只有几面之缘 但少侠哥哥真的很讲义气 而且他说的不是带我走 而是帮我离开 说明他不是单纯寄予 我要和我私奔 更多的是成全我 他能够出入宫中 装束又似校尉 想来还是有点能力的 我却不想连累他 放心 我没有不愿意 表哥人很好的 他会保佑我 少侠你是个好人 多谢你了 我努力朝他笑了笑 忽然想到了 前些日子忙里偷闲 研磨的药粉 便从匣子里 拿出几个小瓶子给他 少侠 这要你拿去 对外伤恢复很有好处的 他是武将 也许会受伤 我没别的本事 只会一点医术 若是能帮得上他就好了 或许对少侠哥哥 我是有几分见色起义 可我有我的责任 不能轻易抛了去 若是傅表哥没事就好了 这么好的婚事轮不到我的 他是少年英雄 自然有更美更好的女子相配 那样我就可以求求我爹 将我嫁给少侠哥哥 我有点惆怅 少侠哥哥也沉默了一会儿 半赏 从身后拿出一个竹篓递给我 淡淡道 既然你已经决定了 就好好代价吧 我从北地来的商贩那 买到了些甜瓜 顺便给你带了几个 说罢便转身离开 没有一丝留恋 不知怎地 我从他的背影里 看出一些萧瑟 老天爷也真是的 为什么要让我遇到 这样好的郎君之后 又另立了婚约 下次去庙里进香的时候 都把他吹灭 不论家里外头 对这桩婚事的看法如何 婚期还是不可避免的到了 我没看过别人配殷亲 望门寡是什么样的 至少我和傅表哥的三叔六礼 都是按照正常的习俗来的 迎亲那天也是如此 手巧的喜嬷嬷 给我脚面上妆 有交好的闺秀 前来天装住嫁 虽然不似平时的婚礼热闹 但也有几分人气了 凌晨起床 我困得要死 一边瞇着眼睛打盹 一边听小姐妹们 说着精中的八卦和趣事 心情倒不算沉重 令我没想到的是 阿姐竟然回来了 她行色匆匆的样子 一看就是昼夜不停地赶路 好在并未折损她的美 书中那边地龙翻身 我安顿好了百姓 才知道瑶瑶要成婚 回得有些匆忙 还好摇摇吉吉时 我便备好了嫁妆 否则还真来不及 阿姐看着我 颇为慈爱地捏了捏我的脸蛋 递过来一个首饰匣子 我打开来看 竟是一对花丝镶嵌的流金簪子 流光一彩的喜鹊 灯眉 精致又大方 笔下垫了几张气纸 是京城之外的一些铺子 江云蕊看到了簪子 也是一惊 好啊 谢荣 当初跟着匠人学的时候 你说没学会 结果自己偷偷做了给你妹妹 还做得这般精致 阿姐但笑不语 江姐姐只是嘴上不饶人 上次她百般劝说我不要嫁 如今我成婚她 还是不计前嫌的来了 还送了我好几样首饰 都是她和家里姐妹做的 我美滋滋地递给梳头嬷嬷 正好头上的凤冠有些单调 加上阿姐的簪子寓意也好 不管别人怎么想 今天到底是我成婚的日子 迪姆说请了一位 富家旁之的兄弟 来替表哥接亲 我并不关心是哪位兄弟 不过是替代罢了 最好不是我认识的 免得看了尴尬 却没想到 出现在门口的 竟是富表哥本人 传话的丫鬟瞪圆了眼睛 又惊又喜 小姐 方才门前来了个 披红挂彩的俊俏郎君 大伙都蒙了 替人接亲的 哪有穿洗服的 可那郎君一上来就亮明身份 说自己是安平侯 京的门房和守卫都呆了 三皇子还有几位郡王也来了 都说侯也有福气 回京就有了大喜事呢 几位姐妹 包括房中的嬷嬷丫鬟 也当时笑开了 叽叽喳喳地恭喜我 江云蕊更是直白 这下好了 我们遥遥不用独守空房了 我也很高兴 富表哥没死 还活蹦乱跳地来接亲 阿姐也回来了 这桩婚事 是不是就可以完毕归照了 我心里还是有点惦记着 那位少侠哥哥的 当时以为自己没了希望 连人家的名字都没问 如今这种境况 不知道能不能让嬷嬷 给阿姐再换上嫁衣 我用眼睛扫了一圈 阿姐不知道去哪了 我也不敢声张 实在不行 等到了侯府 我再和表哥细细分说 相信他一定能帮我们换回来的 府上并未准备那些 为难心绪的小游戏 表哥他们畅通无阻地进来了 姐妹们急急忙忙关了屋门 要表哥做诗催庄 表哥是武将 却也是通诗书的 信手拈来几句小诗不成问题 在大家的笑声和祝福声中 谢穷背起了我 红盖头遮住了视线 我只能看到一小片地面和他的肩膀 他边走边嘱咐我 到了傅家 若是姐夫欺负你 你定要来找我 我帮你打回去 你个文弱书生 还敢挑衅人家战功赫赫的武将 不想活了 我忍不住扑吃笑了 放心了 表哥要是欺负我 我就去告状 这话音刚落 我便隐约感觉到 有一道犀利的视线将我锁定 我心里打鼓 该不会是说表哥坏话 被他听见了吧 从房间走到府门口 即使谢穷放慢了 速度也很快就到了 他正要将我放在轿子上 忽然我身子一清 被人拦腰抱起 稳稳地送入花轿当中 当心是傅表哥 多年未见 他的声音听上去 还是有几分熟悉的 虽然还有些沙哑 好在中气十足 并不虚弱 我文字哼哼般地 硬了下来 待我一坐稳 迎亲队伍便吹拉弹唱的 起步前行 周围的议论声 喜乐的吹奏声 仿佛都离我很远很远 我老老实实地 坐在轿子里 这些天头一次 有了出嫁的感觉 如果前方高头大马的 是我那位俊美鹦鹉的少侠哥哥 我必定心仰难耐 想去窥探他的背影 心情也是起起伏伏的 可如今 新郎是我那重获新生的传奇表哥 我竟生出一种隐秘的期待 或许少侠哥哥也会像画本子那样 当街将花轿拦下抢亲 不 不会的 我已经和少侠哥哥说清楚了 他也不是不知分寸的人 定然不会让我为难 只是等我和傅表哥说清楚了以后 让阿姐换回亲事 我再让父亲仔细寻找他 婚姨不算繁琐 只是拜天地 拜父母宗词 大概是因为表哥的突然出现 上门的宾客突然多了很多 丫鬟嬷嬷忙得脚步粘地 身边的丫鬟是从我府里带出来的 我们在盖头里小口小口地吃着点心 他在旁边语气欢快 小姐 侯爷带您很好呢 这么匆忙还给您准备了吃食茶点 我暗暗赴菲 这都是管家的安排 哪里需要新郎官操心 不过内心也确实有些疑惑 表哥是和阿姐一样 今天才忽然回来吗 还是他早就回来安排部署了 只是京中的人并不知道 我想不明白这些事 便不去想了 我不是个喜欢为一些小事烦恼的人 反正等一会儿表哥来了 问问就知道了 客人大概很多很多 等表哥回来的时候 天已经大黑了 婚礼流程也到了入洞房的时候 表哥让人都出去 他说先盖头和喝紧酒 他自己来就可以 盖头下唯一能看见的 是一双干净整洁的造靴 表哥大概很高 他弯腰正要拿着洗秤挑开盖头时 我捏住了盖头的一脚 弱弱道 表哥 我是替阿姐嫁过来的 她如今已经归家 我们是不是应该换回来 我可不可以回家呀 表哥明显一愣 随即道 我娶的是你 和你阿姐有什么关系 说完 放下洗秤 直接抬手从后面将盖头掀开 我垂着眼睛不敢看他 却被他一把揽过了腰 在脸上用力亲了一下 亲完 他说 等三日回门 我亲自陪你去 我不可置信地抬起眼看他 正对上他那双含笑的凤眸 无比熟悉 少侠哥哥 我难难道 继我那战死沙场的夫君 活着回来之后 老天爷又给我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 我一时不知道 是惊恶更多 还是喜悦更多 我一见钟情 再见清新的少侠哥哥 竟然就是和我定了亲事的 傅轩表哥 我傻眼了 傅轩也没想到我会这么笨 抬手轻轻敲了敲我的额头 笑道 傻姑娘 我一直想知道 你什么时候才会发现 我就是你的夫君 没想到要新婚之夜才揭晓 我呆愣愣地看着他 那冷硬疏离的眉眼 笑意盎然的样子 无比俊美 他见我还没反应过来 在另一侧脸颊也点了一下 道 怎么 高兴坏了 我闷闷道 你骗我 你明明早就知道我和你的关系 却还夜入府上要帮我离开 傅轩冷哼道 我何时说过要帮你离开了 只是怕你太过郁闷 若是你实在不愿意 我便在求皇上取消了婚约 我的脑子终于反应了过来 在 傅轩道 你不会以为我想取谢荣吧 明明是你说要我以身相许 我才去求皇上赐婚的 没想到你这个小没良心的 还说什么要换回来 真是怕我不生气啊 我小声嘟弄 我怎么知道你就是表哥 我还想你要是真喜欢我 今天就会来抢亲呢 傅轩咬牙切齿 对对对 我现在就要抢亲了 我掀了你的盖头 就是你的夫君了 春宵一刻值千金 娘子还不快快 与为夫入洞房 洞房是不可能洞房的 我和傅轩各自洗漱 并排躺在了床榻之上 外间的龙凤洗竹光蕴摇曳 他侧过身来 手臂搭上了我的腰 别紧张 今晚我不会对你做什么 我磕磕绊绊 不 没有紧张 上手传来了他的闷笑 好 不紧张 我们聊聊天吧 我来了兴致 高兴地抬起头来 可以吗 表哥 你给我讲讲你是怎么回来的吧 傅轩却捧着脸 还叫表哥 我爽快改口 郎君 夫君 好哥哥 你告诉我吗 傅轩这才松了神色 握紧了我的腰 威威道来 我当时被奸细出卖 身负重伤 好在仗已经打赢了 只剩扫尾 于是我让人散布我已经死去的消息 放松那奸细的戒心 暗中潜伏回京 向皇上禀告 我啊了一声 你的伤怎么样了 上次看还很严重呢 说着就要去解他的中医 傅轩没作声 任由我动作 好在他胸前的伤口已经结痂 想必是经过了认真的治疗 想想也是 到了京城 自然有最好的医师来救治他 我摸了摸他的胸口 那是我第一次 见到他身体时最深的一道口子 若是再偏一些 恐怕就回不来了 我鼻子一酸 心里闷闷的 主动靠了过去 夫君 以后我会照顾好你的 等我明日起来调配药粉 将你身上的疤都除了去 陈年旧伤或许不能去除 但新天的这些应该能根治 傅轩将我搂在怀里 轻轻拍拍我的背 男人有些疤痕也没什么 瑶瑶 多谢你心疼我 以后我们就是这世间 最亲密的两个人了 我深以为然 他的父母 也就是我的公婆早早去了 他小小年纪就在战场上厮杀 哪怕有老君侯之子 贵妃之职的身份 也不会给他带来太大的助力 他只能凭借军功 一步一步杀上来 说是少年天才 实际上功劳背后的血和伤 又有谁在乎呢 从线下起 我便是傅轩的妻子了 我会心疼她 照顾她的 眼角湿湿的 我有些困倦 浮在她怀里 不知不觉进入了梦乡 因是赐婚 一日一早 我和傅轩夫妇二人 便要去宫中谢恩 傅轩也拿出了圣旨给我看 皇上赐婚 是要问清女方家事 叙齿和姓名的 又怎么会生出替嫁 这一荒谬似的 傅轩点了点我的额头 语气不善 我哪敢说话 心道话本子误我 嫡恕姐妹替嫁 和真假千金 是多么受人青睐的 恶俗剧情啊 不过这也让我 放下了最后一丝戒备 傅轩是因为 我才想娶亲的 我们何该是夫妻 进了宫 傅轩去前朝找皇上 而我来到了皇后这里 从前见皇后时 离得很远 只是知道 这位出身不高的女子 很是端庄 仔细接触 才知其妥贴和气 傅贵妃也在一旁做陪 不时说些俏皮话 逗皇后开心 按理说 谢恩是不该 留在宫里用膳的 没过多久 傅轩就过来接我 见我要走 傅贵妃拉着我的手 细细叮嘱 咬咬 阿轩这孩子 性子古怪 脾气大 你该管就管 若是管不了 他给你委屈受 你便来找我 我给你做主 性子古怪 脾气大 我看了看一旁 长身玉立的青年 气质冷烈 也没什么表情 但莫名可靠 我笑着点了点头 放心吧 姑姑 夫君不会欺负我的 谢贵妃这才让她 带我回去 回去的路上 也经过了那日 我和江云蕊吵架的花园 此时春过夏至 百花争艳 欲发繁盛了起来 傅轩见我看得入神 捏了捏我的手 问道 你可有喜欢的 方才我和陛下求了个恩典 云我摘花给你赞 我不可置信地侧头看她 你还会求花 不怪我震惊 傅轩虽是儒匠 但总归是个心思 不大细腻的大男人 竟然还能想着 向陛下求这种小事 傅轩垂着眼睛没看我 上次你和江云蕊出去的时候 不是说了 玉花园打理的好吗 我便想着 最近牡丹开得很好 可以摘几朵给你带 她的耳根慢慢红了 我也有点不好意思起来 伸手指了指角落里 一株含苞待放的凤丹花 那我要这个 傅轩给我 沾花的时候贴得很近 明明是已经抱在一起 同枕共眠的夫妻 我还是有些羞涩 急急忙忙拉下了她的手 牵着她往外走 好了 我们快回家吧 傅轩被我牵着走 不一会儿才慢悠悠地说 走返了 三天回门的时候 傅轩果然陪着我 一起回去了 阿姐又走了 嫡母和娘亲拉着我的手 问着我和傅轩 是否情色和谐 我这才知道 傅轩回京的事 也一直瞒着嫡母 害得她白白哭了几场 傅轩这个小崽子 一向是个有主意的 嫡母咬牙切齿 当年我就反对她上战场 怕她有失没法和长兄交代 结果她连我也给骗了 我笑道 母亲 夫君好歹回来了 皇上处置了奸细 还说北疆安定 要给夫君封赏 以后在皇城司做事 皇城司有守护经济之责 傅轩在京中身份金贵 又是皇城司的统领 起码比对着北疆的蛮子 要安全多了 嫡母摸了摸我的头 叹道 好在她回来了 瑶瑶也有人疼了 毕竟是我看着长大的孩子 你们两个幸福 比什么都强 娘亲在一边点头称事 对于傅轩这个姑爷 他们俩是极其满意的 说是知根知底 父亲更满意 和他聊了许多 我问他们说了些什么 傅轩却死活不肯告诉我 十有八九 是朝堂上那些事 我才不管呢 当务之急是将傅轩这身 蹄肉养好了 不能留疤 留疤了你就不喜欢了 是不是小花痴 傅轩面上没什么表情 蹦着脸问 我现在已经明白 他在我面前是只只老虎 才不在意这些 亨道 既然是以身相许 你的身体自然属于我 我想怎么处置 就怎么处置 我只是口嗨 没想到他是真雷厉风行 说要以身相许 就绝不含糊 身体力行的许 二十三岁的青年男子 正是最健美的年纪 经过我的调养 身上的伤疤消得差不多 俨然又是一个俊朗的公子哥 府中人少 事业少 我闲来无事的时候 偶尔会去嫁妆药铺里 练练手 给人配药 偶尔当一回两回 坐堂的大夫 也治了些人 所以 当傅轩再次领旨出征 在床榻间哄了我之后 我笑咪咪地告诉他 我会和你一起去 傅轩耐心劝我 乖 战场上刀剑无眼 你去了不安全 而且军纪森严 领军的将士 更不该带女眷 我从枕头下 拿出了道诏令 可皇上已经任命我当军医呢 傅将军 你要是贿赂贿赂贿我 我可以给你走后门哦 我嫌户部采买的药材不够 自己又添钱备了不少 等着战事过半 再往前献送 而傅轩的想法 显然和我不同 我家钱财都是夫人管的 没什么能拿出来 贿赂军医你的 要不我以身相许 接也许 名也许 动辄以身相许 你干脆许一辈子得了 番外 青梅竹马 你不是很想要妹妹吗 现在有两个妹妹 带着她们去玩吧 富贵妃一脸无奈 看着眼前的少年 十岁的三皇子 已经出具威仪 但在母妃面前 也还是个孩子 她扁了扁嘴巴 视线往旁边的表弟傅轩飘 而傅轩正弯腰 逗弄着谢家的小妹妹 根本没有注意 表兄求助的目光 三皇子指得央求道 母妃 我这么大了 和两个糯米团子 根本玩不到一块去 您就允了我出去逛逛吧 富贵妃只是摇头 大的糯米团子 一本正经地说 哥哥 你已经是个大孩子了 不要总想着玩 你看 这是爹爹送我的酒连环 我花了两克钟才解开 要不你教教我 怎么能像姨母一样 快速解连环呀 三皇子有些头疼 他也需要两克钟以上 才能解开 这个阿荣 怎么会这么聪明啊 在看一旁 更矮一点的小糯米团子 正抱着傅轩的大腿撒娇 哥哥 哥哥 表哥哥 算了 一个不如一个 傅轩一向没什么耐心的 但姑姑家的这个小丫头 确实很好玩 白净的脸蛋圆圆的 性眼扑闪扑闪 像是年华里的浮娃娃 连一向不喜欢孩子的富贵妃 都忍不住抱了又抱 更别说是正直青春顽皮的半大少年 瑶瑶 你说 是你姐姐好 还是我这个哥哥好 傅轩手里攥着一块一糖 放在小糯米团子眼前晃了晃 蟹瑶笑呵呵说 哥哥好 傅轩舒服了 一手递过糖 一手捏了捏蟹瑶肉乎乎的小脸蛋 谁知蟹瑶眼睛一弯 倒腾着小短腿跑到蟹容那 养着脸将手里捧着的糖送过去 姐姐 糖 蟹容从善如流地 接过妹妹递过来的一糖 低头在她脸上亲了一下 咬咬真乖 傅轩有一种别家的猫 果然养不熟的感觉 冲过去一把抱起蟹咬就往外跑 惊得小家伙哇哇直叫 长辈们看得出小蟹咬并没有惧怕 而是惊奇也就随着他们去了 只是让丫鬟婆子们跟着 水泄边 软乎乎的小姑娘趴在少年的肩膀上 还不忘将剩下的一块糖塞到嘴里 不是说哥哥好吗 为什么把糖给姐姐 傅轩板住了脸 雨寒威胁 谢药嘟囔着 哥哥好 我可以再和哥哥要糖 稚气的语言让傅轩发不出火来 本来也只是逗弄罢了 傅轩眼珠一转 侧过脸用力在奶娃娃的小胖脸上拨了一下 谢瑶傻乎乎地瞪眼看她 傅轩却露出了笑容 早在谢荣亲她的时候 她就想这么做了 以后她也要有一个这么可爱的妹妹 时过境迁 二十三岁的傅轩 无父无母 有着强烈的自毁情绪 当她身负重伤 一路从北疆奔回京城时 本想着去京郊的皇家道观 找道长帮忙遮掩 可她忽然想到 几年前姑姑说过 她家小女儿谢药会点医术 爱完又不像姐姐一样赶出门 只能每次过节的时候 去白云冠拜一拜 若是去白云冠找这位小表妹 是不是更方便一些 很难说傅轩到底是 抱着什么样的心思去的 但看到了谢家的马车时 她确实是松了一口气 轻易锁定了谢瑶所在的房间 他们好久没见过了 谢瑶已经认不出 当年那个汇报她给她糖吃的小哥哥 但善良的本性和医者之心 依然让她救治了她 她的变化很大 以前是个懦唧唧的奶包 柔软可爱 如今已经成了个大姑娘 温柔细致 却也语出惊人 她竟然说要她以身相许 傅轩惊恶之下 恶狠狠地吓唬了她 谢瑶也并不害怕 只是好奇地打量着她 还敢摸她的脸 傅轩收拾好了 躲到暗处休息一会儿 才趁着夜色继续赶路 承报军物之后 皇上作为长辈 又啰嗦了她几句 让她这些日子多休息 伤好以后 让富贵妃和谢夫人 给相看相看世家女子 傅轩想到了昨日小丫头 歪着头看她 要她以身相许地俏皮样子 她敢这般逗弄她 那她也逗她一次好了 陛下 臣已有心上之人 是小姑姑谢家的赐女瑶瑶 若是能得陛下赐婚 臣不胜荣幸 她可不是什么会以身相许的人 她想娶的 只有她一见钟情的姑娘 她的死人